少爺, 中大小姐來探望你 中大小姐, 進去了 你有甚麼事叫我 我在門外等你 謝謝 你經常坐著想甚麼 我在想魚女追月 沒人可以追到天上的月亮 她倆的靈魂 只有在月光上才可以見面 於是她就不停在那裡追月了 始終她追不到 好像有想追, 但追不到 魚姬也是這樣, 魚大亮也是這樣 小翠也是這樣 我會不會這樣 雖然你的樣子和小翠一樣 可是你始終不是她 你願意的話陪我上山 看看那塊石碑 那塊石碑已經斷開了 那裡很冷, 很荒涼的 月光接不到那個地方嗎 那裡的月光, 已經死了 所以你的房間 全部都掛了黑沙布 你這裡的月光, 也不能生存 你喜歡月亮嗎 我當然喜歡 月亮是我的名字 沒有錯, 所以小翠永遠都想不到月亮 你就在那裡等小翠姐姐 小翠姐姐 就算她回來, 她也不好過 因為大家都說她是無理的 不是, 是因為她傷了人 而且她打破了你爹 最心愛的古董花瓶 小翠為了我, 甚麼都會做 她可以跟我一起踢球, 一起放風箏 和我一起救皇上 她為了我, 可以打傷王國堅 在她心中, 沒有一件事可以代替我 我就是喜歡她這樣 她是我的親子, 她一定會回來 那為甚麼到現在, 她都還沒回來 應該是追悅的命運 在你小時候, 她還沒回來 這間箱子沒有一個地方值得我出去 我一直等她 等到她回來為止 你一粒飯也不吃 你身體又怎麼支持呢 只要我聞到這把蒜的香味 我便不會餓了 豈有, 豈有, 豈有 豈有, 豈有 豈有, 豈有 豈有甚麼吩咐 馬上替我送中小姐飯 你走, 越遠越好, 你走 少爺 中大小姐特意來探你 你怎麼欺負人 她一天不走 小水一天都不可以回來 中…中大小姐真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 我怎麼跟你說 是她逼走小翠的 我第一眼見到她 我就自己會逼走小翠 喜兒, 不要緊 我看少爺她累了 讓她休息一下 不過, 這麼深的思念 是一種苦應 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 我現在就走 你放心在這裡等 她一定會回來的 真是想不到 在妖界中 竟然會有如此感恩回報的感人事 相反, 在人世間幾許曾鳴奪離 士君散潮 大逆不道, 真是日不如妖 月亮得以報恩, 成蒙道長勝全 人有善惡之分 妖也有正邪之別 貧道當初一筆分清雄造白 幾乎誤了大事 月亮, 現在功德已成 這顆金鳴珠就物歸原著 謝謝道長 周小姐 太上府派人來接你 說黃姑子要你過去 請你等一等 請 秋兒 小姐, 你叫我嗎 你是否說 太上府的喜怡在外面等 是呀…小姐 那你現在就帶我去太上府 好, 這邊吧, 小姐 小姐 風哥 誰 風哥 小崔 風哥 小崔, 是不是你 風哥 小崔, 你進來 小崔, 我死了天找你 也找不到你 小崔, 你走到哪裡 你看我打法成什麼樣子 月姬 你應該知道我去了追月 那能不能追到 我也跟你說過, 白費氣力 我也猜到 不過最重要的就是你回來我身邊 是呀, 因為月亮根本就在這間屋裡 其實韓宇不需要約在月亮裡面見面 所以他們就約在這間屋裡見面 你不是小崔, 你是月明 你不是小崔來騙我 我? 你走, 你跟我走 風哥 你不用再勸我 你不用再叫我接受我家裡的月亮 我不會接受, 你跟我走 風哥 風哥 你這樣趕我走, 我很傷心 但是我不會怪你 因為我現在和鍾元美小姐 不只是樣貌 甚至連氣味也一樣 所以你分辨不了 我要的是我的小菜, 你明白嗎 風哥, 請你冷靜點 聽我說完白湖的故事 如果你要趕我走, 就趕我走, 好嗎 是一個天打雷劈的晚上 一個傻子救了白湖 白湖為了報傻子救命之恩 不惜派他的女兒去報恩 最後白湖的女兒 甚至化成他未來妻子的樣貌 連氣味也一樣 難道小菜, 她真是白湖的女兒 那個傻子最後變成英雄 也看到她真正的妻子 所以白湖的女兒 只好傷心地走錯 我不要小菜離開我 我愛的是小菜, 無論他是人還是狐狸 是呀 是呀, 那個白湖的女兒 也不願意離開那個傻子 因為她也是這麼愛那個傻子 但是最後, 白湖的女兒無辦法 只有犧牲她百年修行不能超生 甚至和她一妻子的靈魂都合而為一 所以世上現在已經沒有白湖的女兒 你到底是小菜, 月薇 你到底是小菜, 月薇 我是魚雞, 我是醉月魚雞 鳳哥, 我要把你變成真正的汗魚 我現在這樣, 怎麼變汗魚 不是, 你看著我… 你看著我的眼睛 你告訴我, 你叫甚麼名字 黃遠鋒 不是, 這個不是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呢 傻子 這個也不是你的名字 你是西楚霸王, 汗魚 汗魚 鋒魚 鋒哥 鋒哥 小菜 你要朝宵夢想, 小菜 小菜 夜夜光 鋒哥 小菜 鋒哥